今天是女儿的生日 但是为了给女儿买粉红色的脚踏车 所以唐大叔回公司一会儿 回店里一会儿吧 还是有客户的原因 但是回去就一举两得吧 正好我几个吉普都介绍过了 忽然想到还有一个大皮卡还没介绍过 今天回去就做这个女儿生日特辑吧 大皮卡介绍 现在就出发咯 See you later 不要觉得唐大叔 今天有点太酷了 因为唐大叔坐在一台很酷的车里面 必须造型上面搭配 这台是什么车呢 就是所有男人的梦想 比SUV还要高 比普通的房车还要省油 比所有竞争对手都要走在更前面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RAM 1500 柴油版 哇 好了 每次都要想一个很酷的开场 还是比较困难 所以今天就用造型来 这个 弥补一下 不够酷的 这种 这种 缺酷吗 有这个词吗 缺酷的这种感觉 好了 不说的那么慢 那么多废话了 为什么今天要介绍这个 柴油版的1500 因为在同级别的 我们叫所谓半吨的 pick up truck 这种车里面呢 到期工压头 RAM 1500呢 是唯一搭载柴油引擎的 3.0 柴油引擎 我们叫Eco Diesel 柴油以前的印象呢 是不是冒黑烟啊 嘎嘎嘎嘎响啊 大家可以听一听 不能说是完全静的 跟林志的那种 或者日本小车一样 但是柴油来讲 为什么叫Eco Diesel 它是绿色柴油 现在已经非常的好 第一它不会有黑烟 或者很不环保 第二的话 这台车的这个马力和动力 有240的马力 但是有420的牛力 所以这台车是可以 拖的 而且省油呢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我顺便跟大家说 柴油可以比汽油 我觉得保守点说 是多烧140% 或者是多烧 这个150% 这样子 也就是说同样一箱油 如果是普通的 跑500公里汽油的话 那柴油可以跑750公里 左右吧 大概这个概念 但是大家也知道 最近这个 或者说柴油在北美来讲 都是价格要比汽油便宜的 而且 所以柴油的标准呢 也没有那么复杂 就一个标准 甚至这个Eagle Diesel的油箱 是可以用这种所谓农业的柴油 就是用一些农业 这个汽车载具用的这种柴油都可以用 但是一般当然咱们 就是用这个油站加的 用那么一种 那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呢 我们这个自由贸易区里面用的柴油 都是统一标准 所以这台车 有些人会开去旅行的时候 那就是也就是说 就算开到墨西哥 你加这个油都没有问题的 好吧 通过这个开掌柴 开掌白呢 就让这个车顺便暖一暖 那今天反过来做 我先出去开一圈 然后再回来跟大家说这个绕绕一圈 跟大家介绍这个车 Let's go 这台车用的 这台车我再顺便说一下 是RAM1500的 Outdoorsman的版本 1500一共有 其实有10个版本 大概分的话 就是说 从最低的版本 上来三分之一左右 就是Outdoorsman 再上去三分之一就是Sports 再上去就是Lerome 那在这些不断变化里面呢 有几个地方的变化 第一就是造型上 外形上或不一样 像这一款Outdoorsman 其实我觉得造型是蛮好看的 比起基本款的ST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呢 造型要好一点 另外的话呢 这台车就是内饰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皮椅的 而且倒车雷达 因为这个配置 比较常用的配置都有了 像这个8.4寸的这些荧幕都有了 这个叫Scream吧 然后呢导航啊 一些其他基本东西都有 那我现在为什么 要先跟大家开出来一下呢 因为这个3.0 第一是3.0 第二是柴油发动机 肯定驾驶这个感觉上面是有不一样的 到底什么不一样呢 顺便说一下1500这款车呢 他们搭载了基本上是两种引擎 一种就是V8的 这个5.7的汽油引擎 像在运动版上的话 因为它运动版嘛 大家可以想象 它就是肯定不会用柴油这个发动机 那这个运动版就会 5.7开起来感觉真的跟这种小跑车一样吧 可以去这么这么这么说吧 真的是动力来的很快 因为V8 5.7一踩油马上就走 不会因为这个大皮卡 这么才Truck它就会跑不动 那回到柴油版 为什么柴油版大家喜欢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省油啊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这个扭力很大的 这些原因 另外的话就是说柴油版 我觉得一般人开车到了Truck或者SUV 不一定是追求速度 主要是它的实用性功能性 很多人最早就是开小车最后升级到了SUV 再往后的话 像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家庭的project 你不要以为我们家里没什么 会用到这种皮卡 其实非常实用的 你的弄草啊弄房子小的装修啊 或者现在很主流的就是出去打猎啊 这个户外啊 因为这个车底盘也很高 当然这个版本就是Aldorsman 你听它名字它也是户外嘛 但是户外的话就是叫室外吧 室外工作啊或者去户外玩啊 都是这个Aldorsman的一个意思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版本 就是叫Rebel 我自己翻译叫叛逆者 那个完全是按照越野设计的 也是用汽油的 那其他版本都可以选择柴油引擎 如果就是我刚刚铺垫的说的 不去追求速度或者干嘛 我就要实用 但是油耗有一定的考虑 那这台车如果可以用油的成本 只有这个普通小车的 对吧 我说小车就是小房车的这个耗油量 但是它的这个拖的 Toying的这种能力又跟大车一样 那不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吗 等于说你开一个卡车的成本 包括车价价格本身 就是一个可能Honda Accord Honda这个Toyota的这个凯美瑞的这种水平 那我干嘛不开这种又爽 坐在这个车上 我敢说走在街上 基本上你都是往下看别人 不管它是SUV7座 还是说小车 还是奔驰宝马 你都是心愿往下看 Hello baby 好的 刚刚呢我就开了大概一些很慢的路 转来转去试一下转向的操纵性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这个因为到了这个大车的级别呢 他们都会有这种转向盘的一些辅助的 一些机械辅助的类似这种东西 所以转向起来很轻松 甚至比一些mini Cooper 你可能感觉手感上还要轻一点 那我现在就是去找一找 起一点速度 这个来把自己开这台车的综合感觉 跟大家一边开一边分享 因为之前做的视频里面 每次呢拍到一半这个东西就是 还没来得及开 不是没电了 就是内存不够了 其实主要是大叔懒了 那这一次这个皮卡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车 所以一举多得吧 还是要有礼貌让别人先走吧 虽然它是我的主要竞争对手 福特的150 但是它不是我的对手 因为它没有柴油版 我是有柴油版的 哈哈哈 Thank you 刚刚跟大家说了 最近我们这边在修路 所以晚点我会放个地图什么的 我还是就是大家过来的时候 我估计这要修一段时间了 就从后面走 会告诉大家怎么走 那现在呢终于过了这些扭扭曲曲的 这也是普通驾驶的一种常见的车况 对吧 所以你皮卡你要知道如果是汽油版的话 你油耗可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概念 但是可能要25格或者30格 那是很厉害的 但是柴油版的话 就不用不用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根本就是很这个柴油很便宜 然后油耗高低这个3.0吧 毕竟它不是油耗 但是油耗不是那么高的 但是大家也可以感觉一下我这个起步的速度 当然刚刚没有路况我也试不出来 但是3.0就是有点像这个小切诺基 我们中国叫自由光或者什么 它是搭配2.4嘛3.2 或者是3.6的那个大切诺基 这种感觉它起步不会嗖嗖往前冲 小狗 但是像我说的这种皮卡的话 身边又过去好多 你要仔细留意 你会发现街上很多人开皮卡 而且在外国人他们心目中 你如果和老外聊天 他们很很喜欢讲到 My truck怎么怎么样 我的truck我又怎么改了 我的皮卡我又怎么用了 这也是一种文化在里面 也就是说在北美每个男人 他心中梦想都是拥有自己的truck 当然每个人都有品牌的忠诚度 有些人就是喜欢辐色的150 他那个车我觉得做的也不错 但是定位方面我刚刚已经反复的说过了 你在这个级别里面 它是没有柴油版的选项 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因为现在这个RAN或者克莱斯勒被美国的 sorry被欧洲的菲亚特给收购了 其实其他级别里面 我刚刚大概讲了就是10个细分级别 大概三个级别 到了上面来尔米一级的 它是追求内饰的舒适和享受 当包括这个你一看内饰都是明显能看出来很舒服 就是像一个豪华SUV一样坐在这个皮卡里面 开的时候像SUV但是很高 但是用起来后面又有一个5.7或者6.4的这么一个cargo 就是那个像斗一样皮卡嘛 这个后面那一块东西可以非常实用的装东西 而且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这个专利的RAMBOX管理系统 就是两边在这个斗两边可以放工具啊 两边有个盒子可以放其他东西啊 可以上锁啊 然后你就可以很好的管理自己的工具上 好的 现在我们上了高速 还是起不来速度因为路况的关系 但是我可以感觉到这台车不会 我很喜欢说的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这个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这台车虽然重 但是对3.0柴油的这个发动机来讲 根本是小菜一点 虽然高速不能测试速度呢 但是大哥这个大唐大叔知道一条密道 现在我走到边上那里面可以少少测试一下速度 我现在不废话 让大家听听这个开起来的引擎呢 还有内部的安静的感觉 非常的近 现在踩点油 操控性呢很像SUV 但是因为它两边的宽度 还不像有些7座SUV左右晃的那么厉害 因为SUV它有时候它的suspension就是底盘太软了 给人感觉像坐船一样晃来晃去 这台是我觉得适中 软硬度适中 不会像小车那么硬 但不会像SUV那么软 那转向操控性呢 因为这个物理辅助转起来也是不那么困难的 现在加速呢 只要稍稍给点油也是可以上来速度的 我觉得很安静 刚刚发动的时候 在暖车的时候 你可能会听到一点 真正开起来 完全不会 现在我给点速度 现在是80 90公里 好爽啊 大皮卡真是很爽啊 看得好清楚 平时这里这个树挡住 你都看不到风景 哎呀真爽 皮卡是真是很爽的一个车 我觉得唐大叔有说过这句话 车是越开越大的 真是开到后来你不开皮卡 就开过皮卡 就没办法再开其他小车了 太太郁闷了 这个车里面的空间高度 而且3.0柴油太省油了 这车开起来包括保养车架 真是不是我老汉卖瓜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台truck 连续在1314两年都获得了 加拿大最好truck的这个奖项 truck of the year 还有它那个加拿大叫king of trucks 连续两年 然后run truck自从做了这个柴油版 就是从13年左右开始 它的销量现在每年 哇 这看起来好爽啊 换档 有小跑车的感觉 现在是个上坡档 就是连续几年它都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 就是增长速度最快的 侵蚀了很多福特 原来它竞争对手F150 还有包括其他的品牌的竞争对手的 那现在就是竞争对手 还有Toyota 还有Nissan都有在做福特 还有那个Chevy 其实美国车来讲就三个嘛 对吧 Chevy 然后福特和我们在竞争 当然是我们增长是最快的 就是因为这台车做的真是很有味道 内饰很好 发动机很好 大家都很兴奋对这个发动机 那现在我们会继续走一段上坡路 当然对它来讲一点难度都没有了 而且我刚刚那几个换档加速的感觉 真是也是很爽 大家听一下 很顺 不瞒大家说唐大叔其实虽然是吉普迷 但是如果可能的话 家里我会希望我和老爸这个分别 他买一台Truck的Rebel 就是有运运能力的我买个JIF JIF木马人 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去外面玩 我觉得也不用给大家一直对着路面去看了 因为试下来之后唐大叔已经有结论 先说说这个车适合谁 第一次买Truck的人 喜欢公羊头标志这个品牌的人 然后 会做一些home project home project 不要以为就是弄花园或者什么 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IKEA或者Brick 买个东西都要自己装 你试过就知道 你的小车甚至SUV根本就装不下来 这个东西往后面一扔对吧 Let's go 适合 然后户外 你想全家一家人四五口做的是很舒服 长途旅行一点都不累 看的又高 你要知道为什么大巴做长途 是因为大巴不累吗 看的高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户外长途都可以 然后还有现在主要的 大家喜欢很多人来问的都是 现在开始接触打猎 来加拿大很无聊生活 但这个无聊讲的是 如果你喜欢夜生活 滑田酒地的 你可以去找 但是这个边不是这个风格 户外大家发现钓鱼打猎 很过瘾的事情 你必须要开Truck 你长途走的话 或者去到一些地方 你需要这个车有拖力 有时候会拖东西后面 对吧 你要装头熊装头路回来也需要 当然这个不是每个人都会去装了 一般来讲 打猎也不是枕头能拿走的 但是我就举例子说 你真需要装的时候是可以装的 或者说你有朋友 哎呀车出不来了 你这个车去帮他拖一下 甚至把它载回来都没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如果真正 开始接触北美文化 在这边真正适应下来的话 卡车就是男人不二的选择 这个SUV这种对我来讲都是小车了 当然喜欢就喜欢了城市里开开 偶尔出去玩 但是卡车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舒适性 堪比高级的SUV 大家听一下按不按进 就是很好的 然后再来听听内部音响吧 因为我觉得不需要多 不需要多推销了 这台车唐大叔已经sold 这还只是 我刚刚说了10个级别 三个大类里面 只是大家的喜好 只有叛逆者 这个Rebel 还有Lerome的顶配 Unlimited 它才会前面的标志不是羊猴 而是写的Red 这里面有 好吧 然后内饰的话会很豪华 然后一些全景天窗 不是全景天窗 就是一些其他的东西 特别是外观上的变化 真的很豪华 还有Longhorn版 看上去就是用那种 黄色的牛仔的那种皮的感觉 非常漂亮 所以我为什么今天有时候 你看唐大叔会拿一些 最顶级的最贵的 最那个的 有时候我会拿适中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outdoorsman 就是唐大叔认为 倒车雷达 这么大的就一定要倒车雷达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台就已经适合大家了 然后你可以考虑我是往下走 我只是工作 我就不要买任何皮衣 我都不要了 要低配一点 或者我往上走 我要更好一点的更舒适 我要拥有这个truck很多年 我要经常开出去 那我就要更上面 上到Laramme 如果越野我叫Rebel 那要特别特别板一点 或者我喜欢运动的 我就换柴油机 开起来跟跑车一样 把我就是原来我开这种 像自己原来开的小车一样 但是它又是个truck 所以这个车做到这几年发展下来 已经能适合所有人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了解过truck的人 现在就是有这个真应该好好花点时间了解 因为现在最后说点价格 唐大叔一般不喜欢说这种东西 但给大家参考吧 这时候从3万多起一直到7万56 或者这个当然我说的是比较实在一点价格吧 就是从3万多开始一直到7万多最顶配的 7万中间吧7万56那种都可以拿到最好的 当然在现在如果有些活动乱七八糟的话可能还有更优惠 所以你要知道一台顶级SUV我们的Jeep的大倾斗机是里面最划算的 它也要八九万最顶级的但是你这个车只要7万多 你要有这么好的功能性比SUV还多的功能性 所以我觉得而且加上现在柴油版真是我要反复不断的在推销 大家也知道稍稍 刚刚说到一半呢相机又过热了 所以我再加几句就是这个柴油版是你买的 如果说你有三大理由买一个东西 这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理由 那如果不考虑柴油版 那就是刚刚唐大叔说过其他的理由 但是柴油版经过唐大叔亲自测试之后呢 推荐推荐指数当然是五分啦 跟Ruby Khan同一级别 皮卡最值得买的 在这个年代或者刚大家第一次买皮卡的 这个1500柴油版或者是汽油版就是不二选择了 而且大家可以去看数据这个车的这个就是返修率啊 或者说故障率是非常低的 皮卡在前十里面非常少见的一个一个一个车型 所以这台车做到这个 好吧 我觉得废话都不用再多说了 我想想到能想到都跟大家介绍 那剩下就是等大家来联系唐大叔也行 可能喜欢可以继续了解或者跟唐大叔互动一下 问问问题 我不敢说自己多专家 我只是说我很热爱这个东西 我也把我自己喜欢的理由和知道的东西都跟大家分享 那我当然还是那句话 就是如果你非得买皮卡的话 那可以考虑买这个 如果你非要考虑买这个 到去Ruby卡在大温地区 那当然首选就是跟唐大叔买了 好吧我提供这么多价值 哈销一下应该不算太过分 好的 那现在不废话了 等那个一会相机再量一点之后可以用了 我再跟大家做一个walkaround 来介绍一下这个车里面外面 等我回到店里 OK等会见 好的大家 我们现在回来了 那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台REN1500 我现在在里面是叫all doorsman 我刚刚介绍过是三个 就是十个级别 大概三大列里面 中间三分之一的 下面三分之一的第三个吧 这个级别的 那这台车具备了所有该有的东西了 REN的标志在这里 但是唯一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它没有 它用的供羊头的标志 包括前面前脸 一会我给大家看 那我现在坐在里面 就跟大家讲讲里面先 这台车已经配了 虽然不是皮椅这一集的啊 可能有点看不到 但已经配了蓝牙 电话功能 这个menu也是常用的东西 控制的menu 那左边呢 是一个转速 还有一个def 这个是需要添加到油里面的东西 柴油机嘛 右边的话就是速度还有油量 所以简单明了 下面是温度 还有这个 这个机油的数量 那过来这边呢 8.4寸的一个荧幕 非常方便的 可以听video 里面的音响用的是 Alpine的这个 美国的非常出名的车载和移动音响的公司做的音响 这一个小地方呢 可以放东西 放眼镜 放什么随便你 下面的话就是media 可以用蓝牙厅 可以用sd卡 或者用usb 导格进去 控制的话呢 这个有暖气 还有这个座位可以加热 还有这个皮包的这个转向盘可以加热 beca camera 这个是有beca camera 一般truck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夹上去的 比较实用的东西 然后呢 镜子已经自动调了 这个当 当后面有车辆的时候就有个sensor会感应到 然后就会自动dimmer 就是就会变dim 就会不会黄眼镜了 然后呢 还可以再加其他的app 当然这不叫加其他app不像app store那样子 但是就是所有的快捷键都在这 所有功能 那还有这个导航 非常实用的导航功能 最后把电话连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导航 现在的导航呢 会有提前预判这个转向角度的这种功能 特别像这么大的truck 这会非常的实用 然后你呢 停车的时候 可以准确的停到位置上 对吧 其实truck真正开了就知道 宽度来讲跟SUV差不了很多 差不了很多 然后这个宽一点点 所以正常的是为大家看两个白线 是吧 还是没问题的 那内部的话就是简单大家一目了然了 对吧 空调控制 然后呢 这些有手动的座椅加热 像高级一点版本还要加冷 这现在没有就没有了 还有这个方向盘加热的我刚刚说了 像拖车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有一些加的 这种就是叫拖拖力启动模式 就是说拖力会更大一点 也就是速度放弃一点 速度 然后提高转速 像这个它会提示你如果不小心打开头和号 大家这个词都是一样的 头和号就是一样的意思 拖的意思 内部大概就这样子 内饰的话呢 这里用的是硬塑胶 质量也很好 但是高级一点会用皮包的 这好难听啊 皮包这个话 用皮皮质的 硬塑料颜色搭配也很好看 和黑色的这台黑色的车身 内饰搭配 当然内饰 呃 这里是有点青色的吧 不是黑色对吧 这种青青色一点 这里也是超级方便的大树 我很喜欢这里 每个人都看到都很喜欢这里 可以很大的储物空间 那这里呢 你可以放点零钱啊 放点文件啊 放什么都可以 然后下面有一个可以插电的地方 可以充电手机啊 或者什么东西 好吧 这个就不要去搞它了 你看这个话 他说可以放手机 对吧 我觉得是放零钱 是这里 可以放零钱 又很多储物空间 你要导戈进去的话 就用这儿 把戈倒上去 还有USB 把戈倒进去 就是把戈倒进去 会有一个 这个 好吧 它会显示出来 把它倒进去 这块放点文件挺好 扁扁大大的 下面一挡又是超级大的储物空间 真是很爽啊 是不是 这两块储物空间可以放好多东西 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再去后面看看 后面呢 这个是有个天窗的 搭配了天窗 搭载了天窗 然后呢 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打开一下 对吧 还有后面这个 这个很好玩的 去买麦当劳 东西从后面给我吧 什么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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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好玩的小窗户 然后 现在去后面看看吧 快速绕过来一圈 不然1500 Eco Diesel 后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唐大叔实际是173了 但是我自己想说我是180的个子 大概180 对吧 旁边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加一个架子 只要上的话更方便 但是标配里面是没有的 sorry 有点乱 这个是没有搭在皮椅 所以我刚刚唐大叔也说过 10个级别里面包括不同的内置 有些人工作的他不要皮椅的 这就是工作的working truck 他可以就用布的 我这一次没有给大家弄 故意最贵的那种 但这里 这台车真的就很多储物空间 你看这个地方 很多人会放冰和冰啤酒在这里出去玩 但冰不要加满 不然水融化回那个 当然也可以当垃圾桶 另外一边还有一个 所以两边可以一个当这个啤酒桶 一个当垃圾桶 或者放任何东西 怕冷怕热的藏在这 对吧 后面非常宽大舒适 像唐大叔这种身材 不叫魁梧高大 睡个觉还是没问题 好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后面 这个搭配的呢 是应该是5.6寸的标准的盒子 也可以换6.3寸 那刚刚唐大叔提过一个叫 RAMBOX MANAGEMENT SYSTEM 可以在这夹在这边之后呢 这里打开个盖子 比这个宽一点 然后可以里面放东西 放工具为主 这台车有道货雷达 然后大家最喜欢的公羊头的 大标志在这 刚刚我说了朋友 万一出不来了 我们是这个柴油发生机 可以帮忙拖它出来 这里有拖的地方 所以Truck SUV都不一样 我刚刚说Home project也好 我住去打猎也好 干嘛也好 因为我这个东西是非常实用的 如果你是经常放一些 怕淋雨的东西上面 可以加一个盖子 如果你还要有些人比较 我觉得挺搞笑的 会加像一个棚一样 这样的棚就整个可以防水 变成那种小货车了 对吧 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白色的 人家搞水泥啊 搞油漆 什么那种小货车 都可以 大家看你怎么样 但是这样子就是比较好看一点 现在呢 我们绕一天 绕到前面了 这个 虽然这个轮子是标配的 大家可以看出没什么花俏 对吧 这些 本骨这些 但是我觉得 因为这台黑色的关系 还有这个样子 就简单大方很漂亮 大轮子也是用good ear的 有一定的 你看底盘够高 有一定的就是 叫ground clearance 对吧 底盘够高 有一定的越野能力吧 不叫越野 但是走点这种 因为工作truck 去到工地也好 什么也好 高低你都都要过得去嘛 这个一样 它也是放了 这种实用的拖的东西 前脸的话 其实最大区别 每个级别就在前脸这里了 这个前脸很漂亮 我觉得那也很漂亮 是不是又有风了 然后我说了前面这个如果是ram的话 高一点级别 就是不是用这个 而是用一个写的字的ram 那有两个车有哪个 一个是rebel 一个laromid limited 才会有 那也是个特别样子 但其实造型上 这个就是个标准的ram的造型 在高级别的 会有一些外饰内饰 加一些银色东西 一些其他的 像这个镜子的话 它是有加热的 有加热标志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这样房屋吧 这个truck 侧面大家看一下 好的 我觉得 也没有过多的再去 需要很去细说的东西 因为 这个truck 真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很 对我们来讲陌生 但在国外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选择 我刚刚说了 整体的性价比 功能多样性 还有现在终于有了diesel的引擎 油耗也下来了 那同样价格同样的大小 我干嘛不弄一个 这个大truck来玩呢 永远的高人一等 旁边这是一个van 它是这么高 大家看 旁边这里是一个 Grand Cherokee 就是大切诺基 它是这么高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这样一看就看 看出来高度就不准 我在这个角度给大家看看 SUV一个是van 然后一个是大皮卡 看的是大一些 但是你看停车位上 这个大切诺基标准的 这个大大大SUV 它是这么大位置 van也是大这么大位置 占了 这个truck呢 大一点对吧 所以宽度来讲 也不是那么夸张 因为它毕竟不是卡车嘛 不是我们原来解放大卡车那种 它还是个pick up truck 叫半吨truck 我们叫half-ton truck 所以它的大哥呢 就是有one-ton truck 3500 这个我们有很多人来问 当然我说了这台车 咱们是入门级的 可能 这个大家还没说到哪个 那3500大哥可真是牛叉了 6.4的迪走引擎 那个车开起来真是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那东西可以拖任何东西 一万 一万五千 这个 一万五的 吨数级以上的 这什么都能拖 heavy duty 那当然另外一个故事 我觉得大家入门级先从这玩 玩到后来 我真的要再去玩到那个级别 再换那个就是 好的 今天还是比较啰嗦和全面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 唐大叔最爱的truck 当然truck有很多种 我说四个十个级别 我有机会会跟大家再说另外的 特别是那个Laramy和Rebel的那个级别的车 太高兴了 今天先到这了 随着一首音乐 大叔把车停回去了 有人把我的位置给停了 刚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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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呢 车停好了 大家再看一次 这个是我们刚刚开过的 1500 Outdoorsman 在它隔壁呢 就是我说的 这个Limited 它的羊头就不见了 而且RAM 它整个前脸的造型就不一样了 而且用了很多这种金属高大上的感觉 这个颜色刚好配的是银色 配银色也蛮好看吧 大家可以偷看一下 Limited 它里面的内饰 会有Limited的标志 但是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一些 像刚刚唐大叔说的 他把它 那时候做的一个豪华SUV的感觉 但它外面呢 还是平 然后这个是一个Laromi Longhorn 它的前脸不是Limited的那种 但是它是比那个下来一级的 它是Longhorn啊 很帅 然后它的内饰 刚刚唐大叔介绍过一下 这个棕色的 Sorry 是这种 这个车最主要就是 它的Batch不一样 很帅 这台车其实也是帅中之帅 如果考虑Limited 你就很难抉择 到底我是喜欢前脸 没有RUN 没有这个羊头标志 是个RUN的还是这一台 这个内饰真是太好了 其实我更偏向建议大家买这台 当然我自己的看法 唐大叔的 这台真是很帅 好了 讲起Truck就掏刀不绝了 但是大家 这个唐大叔骨子里还是喜欢吉普 这个可能是等老爷子吧 也回温哥华会推荐给他的一台车 所以我在反复的考虑到底给他弄RUN的越野版呢 还是这个Longhorn的Laromi呢 哎呀好纠结 等他自己回来做这个艰难就决定吧 好了我现在回到店里了 先聊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再来回到公司来办点事情 现在惊喜 Vlogging man Vlogging Vlogging Video Vlogging What Hi It's in Chinese What can you do Hello You want to be my vlog Vlog 不好意思 被他们影响 我来看看有什么吃的啊 特别通知 最近 King George在修路 明天大家要来的时候 注意这个 这边会比较堵 然后一会儿唐大叔给你们另外一个路线 可以从后面走 好吧 去这车怎么变这么小啊 啊 这早买七座SV的时候觉得多大呀 该换车了啊 木马人 也不够大呀 还是要皮卡 但是皮卡和木马人 可以兼 这个熊掌和鱼兼得的一个东西 两个不同的定位 可以的话两个都想要 大妾小妾对吧 大妾小妾 不是妾诺基哦 大老婆和小老婆吧 哈哈 哎 baby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You know I know Everybody know Come on baby baby Oh baby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You know I know Everybody know oh baby oh baby oh baby o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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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oh baby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You know I know Everybody know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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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let me go You know I know Everybody know No what?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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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